民主党和共和党是美国占据主要地位的两大政党 一个半世纪以来 两党轮流控制着白宫和国会 两党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 美国建国时期 到19世纪中期 两党都发展到了我们今天熟知的状况 在20世纪 各党都出现了一个能代表该党基本原则的代表人物 共和党总统里根1980年当选 他推动的路线 至今共和党仍在遵循 共和党主张限制政府规模 降低税收 企业自由 一般来说支持比较保守的议题 民主党的代表人物是罗斯福总统 他在1933年当选 当时是大萧条的高峰时期 罗斯福总统推出新政 由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改革 保护劳工阶级利益 民主党一直设法帮助劳工阶层实现美国梦 帮助他们购买住房 送孩子上学 帮助老年人 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其宗旨就是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 两党吸引的社会 人口甚至种族团体都有所不同 罗素尔说 民主党今天的路线 仍然反映着罗斯福当年的思想 我们的核心选民 我认为就是年轻人 妇女 非洲裔美国人 拉丁裔选民等等 总之我们是一个包容的政党 支持共和党的民众 包括传统的 具有保守的基督教立场的白人选民 虽然共和党一直是富裕阶级的选择 不过里根和他之前的尼克松总统 都吸引了不少 原来支持民主党的劳工阶层选民的支持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斯派瑟说 在90年代 共和党选民的基础区域有所变化 我们开始看到共和党在南方增长了不少 在东北部有所减少 现在我们设法向中西部进一步发展 在新墨西哥 科罗拉多 内华达等地方壮大实力 众所周知 奥巴马总统是民主党人 他的前任不是总统 是共和党人 BOA卫视报道